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代办的这些贵宾的这些贡品呢 现在正式贡给诸佛菩萨莲师 他们来得到供养 请他们加持享用这些品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我们的贵宾因为来了很多次 除了经过我们代办品之外 他们自己也会带上一些钱 有吃的 有蛋糕 有现场的加持之后 立刻法会结束后就带回家 跟家人立刻分享 所以各位贵宾 你们除了委托我们代办之外 如果你有空来到桃园莲花语的话 每月初时也欢迎你自己带一些 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来参加贵宾 贵宾之后带回家给家人吃 你会得到非常大的加持 今天呢更是特别有加持 因为今天是莲师的生日 我们的贵宾都非常有经验 真不愧是办了十八次 我们的客人对这个仪轨流程非常熟悉 然后他们都把自己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然后一一的开始供佛 那我们现在带大家来看一看 他们的这个仪式 因为这供佛的过程呢 你带着自己的供品呢 手上拿着哈达 然后呢在佛前 这样子就由顺持中的方式 拉三圈 祝福菩萨加持 那在此同时呢 我们的僧众呢 会经会念诵的 我们僧众会念诵的 这个会共的这一段仪轨 供品妙玉智慧细庄严 众尊众主 辞名之上师 三座坛成二十四敬主 永世空行 俱世护法众 就是把这些供品供给这么多佛 降临献纳寿会供品 就是邀请他们降临来接受我们的会供品 我们过去的过错犯戒 迫事我们虔诚的忏悔 希望能够我们的外内障碍 息消除 纳寿余共赐事业成就 这就是我们这个会供的仪轨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庄严的这些物品呢 供所有的诸佛菩萨 希望他们降临来接受我们的纳寿 纳寿 那现在我们身中念的就是这一段 那在这个同时呢 我们的仪式就是我们大众一个一个起立 然后把他带来的供品呢 就供佛请佛降临纳寿 希望我们的事业都能够顺利 这就是我们会供最精华的一部分 那我们这一部分供完之后 其实我们还有一小段叫做与供 那是最后了 因为我们这段供完之后呢 我会代表大众呢 供今天的这个 扎西多杰堪布 他是今天的主 他是今天的主法上师 也就等于是连丝的化身 那我会代表大家去供养给他 他很欢喜的接受 这是个仪式 那这些仪式结束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 这仪式结束之后 我们大家就可以享用诸佛菩萨 给我们加持这些糖果饼干 我们大家会吃一小点 吃一点 表示接受 那之后呢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点小小的余共 就是大家呢 吃完剩下的东西 我们还会供养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看不到的那些罗汉 那些无相界的众生 我们把吃剩的部分 还要供养给他们 所以说诸佛菩萨之外 还有我们看不到的 那些无相界的众生 我们都会供养到 所以说这个会共的仪式 是非常殊胜 非常圆满的 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会共 那希望大家在脸书前 在荧幕前 都能够得到 莲花生大事的加持 那就是有一天 需要 forums 就和脸 找回来 需要 关注